谢帝被怼,范城镇被骂,多位选手现场起冲突 新手上2024第一轮录制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年新手上的体育馆海选已经录制结束 尽管阶级结果让很多人都非常意外 但比赛现场发生的事绝对让你想不到 首先就是谢帝的偏向行为让很多现场刷着反感 原本很多人以为谢帝会是最公平的导师 结果最后都被谢帝的操作搞懵了 因为谢帝非常偏向来自CBC的Drapper 甚至干掉了不少小名气与网界高排名的Rapper 谢帝在现场直接表示应该都给信用机会 结果转头让很多成都Rapper晋级 并且直接对范城镇说 这是我兄弟,你看着办 所以在第一轮录制结束后 很多Rapper在网上向谢帝开火 不知道周围CBC的龙头人物 在节目播出后会不会遭遇更猛烈的听评 身为搭档的范城镇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攻击 因为自身的专业性不足 再加上与谢帝在一起时毫无主见 很多现场Rapper都认为范城镇做了不少离谱的决定 甚至有人在现场直接当面说范城镇 你算的啥 也有就在看台的Rapper直接骂 而范城镇似乎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场面 面对如此情况有些措手不及 选手方面同样冲突不断 录制未开始前 弯弯与鲍比就当面骂了起来 而且在第一轮录制结束后 弯弯更是在网上公开发文曝光浪漫德 表示对方在杨和苏组被淘汰 却通过公司关系找到谢帝又要了一条链子 也就是范城镇给杨和苏的那条 当时现场就有人表示 范城镇给链子的行为对自己组不公平 而诺曼德则表示自己并没有通过什么关系 是谢帝与范城镇认为自己很优秀 值得一条链子才给杨和苏 目前新出创2024才刚刚录制第一轮 这么多复杂的事件 似乎让今年的新出创看点越来越足 明镇和苏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